香港足球先生永遠落入盧棍儀手上 他的傑子隊友紛紛向他祝賀 其實我沒有想過會這麼早拿 我也想到自己差不多退休了 所以才希望會想到一些 現在拿了一題很開心 為何要計劃到布吉祝 布吉祝 沒想到 剛剛是很驚喜 有這樣的禮物 多謝各位給了這麼多機會 還有這麼多驚喜 多謝大家 二年二十七歲有神童稱號的盧棍儀 在流浪成名 出道十二年 今年大豐收 幫吉祝完成三冠霸業 贏到聯賽 聯賽杯和足總杯冠軍 盧棍儀很坦白說 希望來季爭取聯賽三連冠的同時 可以染指銀牌錦標 最佳十一人當中 潔志除了盧棍儀之外 還有朱兆基 林家偉 佐迪 列文 和丹尼入圍 公民就有中村誘人和法徒斯當選 另外三個席位就由天水圍飛馬的李康廉 和南華的祖爾 以及葉鴻輝奪得 潔志的金巴爾就成為年度最佳教練 至於深水埗的比達就成為最瘦球迷歡迎球星 他的隊友劉卓軒和標準流浪的林鶴熙 就當選最佳青年球員 香港寬頻電視記者 郭子龍 不斷